第三個七題 電路裝置如圖所示L1 L2 L3及L4為四個相同的燈泡 若燈泡L4旁串連一個相同燈泡 且安培劑的電阻忽略不計 則電池所提供的總功率有何改變 因為問的是總功率 那麼我們在這裡再多加個燈泡之後對於L1 L2 L3而言 它的電壓一樣電阻一樣所以功率一樣沒有任何影響 所以我們只要看看這個 加了一個燈泡這邊的L4這一塊會有何變化就好了 那麼這邊這兩個電壓是跟原來一樣 但是因為多了一個相同的燈泡 相同的電阻 所以它電阻會變成兩倍 所以我們根據我們的公式 V等於IR 當我們電阻變成兩倍的時候 可是我們電壓要一樣 所以我們電流會變成二分之一 所以這時候 要多加一個燈泡之後 通過我們L4的這邊的 電流會變成原來一半 然後根據我們的功率公式 P等於I平方乘以R 所以每一個燈泡電流都變成二分之一 要平方就會變成四分之一 所以L4這個燈泡的功率變成四分之一 那麼這個多加燈泡 它的功率也是原來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就會變成二分之一 所以這一塊的總功率 會變成原來的一半而已 所以合起來的總功率就會減少 所以第37題問我們說 則電池所提供的總功率有 適合改變 我們答案選擇是A 變小 我們基本上方便攀是ít